大家好,我是唐粒 今天我们来做柠檬海绵蛋糕 这款蛋糕口感特别的清香 好吃又好做,一起来试试吧 先将五支鸡蛋蛋清和蛋黄分离 五支蛋黄中加入50克牛奶 75克油 将它们搅拌均匀 一支柠檬洗净,将表皮擦成柠檬蟹 注意只需要黄色的部分 然后将擦好的柠檬蟹加入蛋黄液中 将柠檬一切为二,挤出柠檬汁 过滤掉柠檬籽,备用 所有用料我会放在影片的最后 像蛋黄液中加入25克柠檬汁 流出一茶匙,等下加在蛋清里 100克普通中筋面粉,过筛后加入蛋黄液中 用枝子型搅拌,防止面粉出筋 将蛋黄液和面粉搅拌均匀,呈流动状 接下来我们来打发蛋清 先向蛋清中加入一茶匙剩余的柠檬汁 帮助蛋清打发 搅拌器开中高速先打至大泡 75克白糖分三次加入 现在加入第一次白糖 继续中高速搅拌 当蛋清的泡沫变得细腻光滑的时候 加入第二次白糖 继续开中高速搅拌 当蛋清的表面出现一些轻微的纹路的时候 加入第三次白糖 然后转成中低档继续搅拌 这时候你会看到蛋清的纹路越来越清晰 当你提起搅拌器 蛋清成明显的直立状态的时候 就到了干性发泡的程度 现在停止搅拌 先将一半打发好的蛋清加入蛋黄壶中 我使用的是手动蛋抽捞拌的方式 既容易搅拌均匀 还可以防止蛋清消泡 像这样尽量手法轻柔一些 混合均匀之后 再将它倒入剩余的蛋清中 用这种炒拌的方式 将它们混合均匀 烤箱提前160度预热 最后检查一下 完全混合均匀后 倒入一只8寸的模具中 在烤制的过程中 面糊会顺着模具的边缘向上爬 所以不需要抹油 直接倒进去就可以了 最后用筷子在面糊表面画几个圈 拿起来晃动和振动几下 排出气泡 使面糊表面变得平整 然后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60摄氏度上下火中层 先烤20分钟 你会看到蛋糕在慢慢的膨胀 20分钟以后蛋糕开始回落 这时候转成150摄氏度 继续烘烤45分钟 烤好的蛋糕倒扣自然冷却 然后用一把塑料刮刀将蛋糕和模具的边缘分离 像这样小心的推出模具的底部 轻轻的取下烤好的蛋糕 用手轻轻的胆去蛋糕表面的面屑 一个蓬松轩弹性非常好的 柠檬海绵蛋糕就做成了 切开来看看它的内部组织 特别的松软有弹性透着浓浓的柠檬的清香味 是一款做了还想做吃了还想吃的非常好吃的柠檬香蛋糕 你也赶紧试试吧 你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唐莉 谢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